有一天我发现 生长在北京的我 感觉北京那么陌生 而又那么熟悉 这不仅是因为北京近十年的巨大变化 更是因为北京 曾经渊源流长的文化底蕴 又被赋予了日新月异的创新 时尚 走在胡同里 依然能感觉到老北京的韵味 走出胡同像是穿越到了另一个时代 不只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而是节奏 既古典 有限的 既悠扬 又澎湃 无论是人 是井 还是木 都让我在音乐中 收获良多 在我心里 北京是世界上最好玩的地方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 北京总是能发现新鲜的事 让我不断地去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位来到北京的内容 其实正和我们一起在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